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创建表上面写设计计了吗 写了对不对 那这块咱们还有什么呀 是不是删除表啊 是不是 怎么删除啊 是不是 照配啊 照配啊 特别叉叉叉叉 是不是删除叉叉叉叉这张表啊 是不是 那回到咱们这边了啊 再之后呢 条件 条件咱们已经说过了啊 那就是一个wire 然后你什么deleteupdate 还有什么随赖的是不是都可以写啊 那这块咱们刚才是不是写了一个等号啊 对不对 如果你除了等号 你还有其他的 你可以怎么做呢 除了等号 还有不等于 这不等于 你看它是啥方啊 就是大于 小于 就是不等于 是吧 是啊 那除了这个还有什么 大于 小于 大于等于 小于等于 再接着 like like 咱们听过吗 like 听过吗 可能没听过 对不对 是不是 那来到咱们这边 咱们再对查询进行一个扩充 那查询这块呢 咱们刚才说了有条件 对不对 那条件这块呢 中间它肯定有一个什么 是不是一个运算符号啊 那运算符号这块咱们先前用了等于 对不对 除了等于呢 还有什么 不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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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大于小于 对吧 然后还有 大于 还有 大于 还有 大于 转意了 大于 然后呢 小于 对吧 大于等于 对不对 是不是 那这几个时下 我们可能对它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对不对 因为它相对来说呢 咱们以前在你学任何一个基本的数学上 是不是都会有啊 对不对 接下来咱们说了一个新的likelike 这啥意思啊 像 啥叫像啊 啊 这东西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模糊查询 那啥是模糊查询呢 就是你和我这个词是不是有点像 对不对 比如说咱们来到这边 咱们这边呢 咱们现在 这student表 咱也不要了 咱们先创一个 因为这student表好像有点脏 对不对 job table student job table student 咱们要创建一个表 是吧 create table 然后咱们创建一个什么呀 winner 啊 是吧 赢家呀 对不对 那你会指定一个什么 id in primary k 然后auto increment 这边呢 再之后呢 再之后呢 watch 内幕 watch 然后呢 16 对吧 再之后呢 那么age 那么tinyin呢 然后指定一下 那赢家一般货多大呀 一百 九十 之后呢 你可以把这块是不是创建出来 创建出来之后 今天还是不是可以查出数据啊 是不是啊 因此二的音座等 用完这个一会咱们就换工具了 这玩意好用吗 用起来是贼爽 是吧 你拼错了也不知道 就得去看什么 看日志 是不是啊 一点点慢慢看 是吧 啊 那之后呢 这里面你说要写这个字段呀 那这块就有什么 内幕 内幕完了还有谁啊 啊 这个h 是吧 y64 y64个啥呢 viles里面就写个内幕 你叫什么呀 tom啊 再接下来呢 年龄都大了 17岁 是不是啊 那就赢了是不是啊 年纪轻轻的就赢了是吧 嗯 那再接着呢 除了tom还有什么 tommy 对不对 那这块你写一个 18岁 对不对 还有别的吗 tommy手机 tommy手机 对吧 然后19岁 对不对 看别的吗 咋写点相关的 对吧 有什么tty 好 20 那现在咱们是不是插入了四条数据啊 select 星 from 哪啊 from咱们这个文材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查到我们四条数据对不对 什么四条数据啊 再查一条 稍息 咱们这个都是什么t开头的对吧 那有没有其他的呀 嗯 还有什么ros 对吧 ros呢 22 对吧 现在这边应该五条数据了 对不对 那有了这五条数据 接下来我们说了 咱们刚才说的是一个查询对不对 或者咱们说的like是不是一个条件呀 是不是一个条件啊 那select select select from 哪呢 是不是咱们的这个文材里面啊 是不是上写了个n啊 感觉这么别扭 from wonder 对吧 接下来呢 wire wire什么条件 那条件咱们这是不是内幕啊 那内幕干什么呢 like like啥 模糊啥去对不对 那like啥玩意呢 那你可以直接来写个 比如说你就写一个t是不是啊 是不是写一个t啊 那你会发现 没有啊 那哪没有呢 这块呢 他不知道你的操作是前面有还是后面有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操作什么呢 一个站位 站位呢 就说我想要或许他后面还有的 那就加一个2% 那你会发现他后面还有的东西干什么 啊 就都获取出来了 就都获取出来了 比如说那你现在还想获取什么呢 和欧相关的 只要包含欧的我就想获取出来 那你直接给个欧 对吧 你如果他能出来吗 你有 有吗 没有 那咱们想让欧前面有数字对不对 是不是 加个百分号 然后你再去查 他还没查出来呢 因为咱们不是以欧结尾的 咱们后面是不是也有啊 那你要做的操作什么 后面也加一个 那这块就意味着什么呀 就说我中间包含欧的是不是就OK了 是不是这样 那你看 你这个肉丝是不是要找出来了 带着欧的 是不是这几个就都出来了 是不是这样 那第四个哪没有呢 第四个是啥的呀 啊他叫tty对不对 是不是没有欧啊 是不是这样 这块的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什么 模糊插学 那模糊插学就是干什么 就包含我们的 对不对 和我们很像的 那比如说我写这样的一个表达式 你看看你能不能看明白 我写了一个t 反分号 意味着啥 以t开头对不对 那如果说呢 我写一个反分号 一个大t 这是代表啥 以t结尾 对不对 那如果百分号t 百分号是什么 包含t的 是不是 这就是模糊插学 复杂吗 多复杂 对不对 那接下来呢 咱们再来给大家说这个工具 如果咱们每次都在这写 你感觉可能多少是不是有点点累啊 对不对 因为咱们在这写 你要写错了很多时候 尤其是你的语法不熟的时候 你会干啥啊 这个东西好复杂呀 对吧 写来写去的 一会儿丢个符号 对不对 你说我让我没事写一下这个Python代码 用着PyCharm 我一会儿还会写错个字母啥的呢 对不对 你让我来在这个黑中端写 写 写会我就干什么 心态崩了 对吧 那来到这块咱可以把它推出来 然后咱们打开这样 这个My Circle Walk Bench 你打开它 打开它之后等这个上午是不是让大家去连了这个东西啊 那你连上 连上之后呢 我刚才有一个同学这块和我这个不太一样了 我发现他把上面这块不知道为啥给整没了 我刚才没给他找到这个东西他给弄哪去了 一会儿我可以去帮他找一下 来到咱们这边呢 你干什么 咱这块是不是有这些数据啊 那咱们应该在哪个表里面啊 是不是这个啊 是不是这个数据库中 Python1803这个啊 你可以在这干什么啊 通过这个Tables是不是看到我们的所有表啊 那这时候就有Winter啊 是不是啊 能看到吧 然后呢你在这Winter这儿 你就可以干啥呢 这右边呢就可以打开我们这里面的数据 看到吧 他可以直接在这儿显示我们所有的数据 看到吧 这儿就有我们所有的数据 是不是啊 你想插数据可以干啥 你直接在这插就OK了 比如说你这个这叫啥 带起一个 叫做Jerry 那Jerry完了呢 Jerry多大了 50 有这么大吗 那这样我们插完了 你说这条数据现在技术就酷了吗 但我现在不写了 你说他技术就酷了吗 没有为啥没进啊 啊 你会发现他没有ID 你知道吧 所以你需要做一个事情干什么 将他添加进去 对不对 那添加进去在哪呢 啊 这个是一个导注 在咱们 看下啊 我有一个按钮来着 这又插入了一列 诶哪去了 把这个先给这块再来一个 之后呢这块看这儿 这有个什么 是不是OPLINE啊 刚才被这玩意儿 有一有一点点折腾 然后你把这块放到这儿来 那你看一下 这就变成什么了 是不是变成咱们这Circle了 你图形画的操作 它就变成Circle了 对不对 把这个 给它拉伸 拉伸之后呢你看 它就变成什么 Insert Into 然后是不是表明 但是他在写表明的时候 好像和咱们先前写的不太一样 他写的是什么 他写的是一个绝对路径 咱们刚才写的时候是一个相对路径 对不对 咱们写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写了表明 而他写的是什么 数据库点表明 是不是就将他整个位置 在咱们这个整个数据库系统中 直接定位了 对不对 然后你Name Values 是不是一样的 这要干什么 OPLINE 应用 那这块他干什么 OPLINECircle Script to database 然后告诉你什么 是吧 我的Successful 是不是 成功了 那你干什么 Close 那你看这个数据 这数据是不是有ID了 哎 更新的点慢 那这块是不是他也有ID了 是不是一个6179了 之后呢 假如说我们我们想查 你是不是可以在这看到 如果说这个数据几百条上千条 那你肯定也不想在这看 对不对 你可以打做呀 把它关掉 来到这边 干什么 你来到这就可以直接打了 Select 看一打Select的时候 干什么 看了吗 这有大把提示了吗 Select 什么呀 新 然后呢 Fram 你打一个FR 是不是有了 从哪啊 什么Wonder中 你看一打 就有了 再之后呢 你是不是要执行这个语句啊 想执行它呢 也非常简单 在这个行上面 三级 三级啊 三级 三级会选中这一行 然后想执行它呢 直接点这个闪电 一闪是吧 哎 Select Sing from Wonder limit 0到 1000 结果他告诉你 Rcode 1046 No database selected 啥意思啊 他说咱们没有选出去库 对不对 那你可以做啥呀 是不是在咱们这个语句之前去加个U字呀 U字 U字 U的什么呀 是不是这个Wonder啊 那再之后你是不是想执行这些语句啊 那你执行的时候可以分行执行 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 点它 哦不是咱们不叫Wonder 咱们叫啥呀 叫哈喽 啥呀 HiS1803 那是不是啊 啊你把这个选中 对吧 执行 那现在告诉咱们是不是够了 是不是啊 成功选招 再接下来呢 是不是就执行这个呀 是不是啊 执行 那你看看查询是不是OK的啊 查询出来几行数据啊 7行对不对 那你查这边是不是7行 1234567 是不是啊 那假如说你想让他们一起执行 能不能办 也是OK的 如果你想同事执行多铁 你看啊 你把他们就全选上去执行就OK了 这个这个工具的一个好处就是啥呢 你选某一行 对吧 三级之后选某一行 他就执行这一行呢 这是三级啊 一定要注意 三级你可以试试啊 那这边就说咱们可以在这干什么 是不是写这个数据啊 再接下来呢 Wonder 然后你可以加什么 是吧Wire 那Wire玩的啥呀 Wire H 大鱼 大鱼多大呢 18的吧 是吧 是不是 然后你可以把它干什么 是不是执行一下 那现在什么把大于18的 是不是就多找出来了 是不是 那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吗 咱们简单的用了一下这个工具 说我们以后可以在这写了就对 在这是不是多少多了一个啥呀 多了一个这个图形化的一个界面 然后给你多了什么呀 这个执行的时候 或者说你写的时候的一个什么 首先那你代码这这个色口理具 是不是能存一了 第二块你写的时候如果咱们写错了 你会发现这是不是给你报错了啊 是不是啊 他给你提供一个基本的交错 如果说你这个东西 嗯 写了一个什么updata 打一个up 你发现他是不是有代码的 骑士啊 是不是啊 啊这个东西如果 你不喜欢用 还可以有另外一个 打开咱们这个picharm picharm 你们都有吧 picharm里面也可以练出去过 啊咱们这边 是吧我这个不叫picharm 我这叫charm 这名字你可以随便改 只要你把它的sh文件干什么 给它修改掉 修改成什么 你那个干什么 就叫什么 对吧 然后picharm 这块非常简单 你干什么你随便创一个项目 就创个python的项目 那这块呢找一个路径 咱们也有路径了对不对 那今天第几天 z07是吧 然后你在z07里面呢 再去创一个 那咱们这块写的是数据库相关的 对不对 是不是 先预留啊 这东西后面肯定会用到的啊 再之后呢咱们这个picharm里面 是不是也有虚拟环境啊 是不是啊 咱是不是已经学过虚拟环境了啊 这里面是不是有虚拟环境啊 那这里面呢有带了这个虚拟环境 有咱们喜欢的吗 没有 因为没有咱们班的呢 对不对 所以你要做一个事情干啥啊 是不是要创一个新的虚拟环境啊 是不是啊 那新的虚拟环境这块你要干啥呀 是吧给他起个名啊 然后另外给他设置一下位置 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located是不是位置 那这块呢咱们找个位置 位置应该可以扔哪去啊 还记得咱们怎么统一管理他们了吗 是不是给他放到那个vtovtov里面去啊 那我这儿 没有咋整啊 我是创一个啊 我这个肯定有 他是点开头的 点开头代表什么 隐藏对不对 那这块看着 咱们肯定有个小按钮 你点它一下 看到吧 隐藏子就出来了 按钮在这儿 然后找到这个什么 vtovtovva 时不在这呢 是不是这儿 在咱们天在这儿 是不是又新创了一个 不对嘛咱们在这个里面呢 对不对 是不是这儿 那你来到这边干什么 咱就选到这呗 然后这块交给你 她这什么location in filter 然后你在这块干什么 创一个咱们叫Python1803的 是不是啊 那接下来呢 Base Interpreter 什么呀 我们的一个解释器 那咱们用的是不是就这个3.5的 是不是啊 或者你用这3的 其他俩一样啊 再接下来呢 这块有什么 这块第一个 Inherit Inherit还记得是啥的吗 继承对不对 那就是从全局的包里面都继承过来 咱们是不是想要一个 比较干净的一个新的环境 所以不用继承 对吧 你就不用勾他了